231河口沼澤生態系 河口沼澤分兩類,分成草澤和林澤 草澤就是以草本植物為主,林澤就是大家熟悉的紅樹林 那像高美四地就是典型的草澤生態系 那在台灣西部,河口沼澤主要是以紅樹林為主 因為台灣西部屬於平原 所以西流來到河口流速比較平緩,河口淤積比較多,會形成紅樹林 那如果在台灣東部呢,台灣東部沒有平原,所以台灣東部的河口主要是西口林 西流速度比較慢,河口淤積就比較少 所以紅樹林不會出現在台灣東部,紅樹林只會出現在台灣西部 那紅樹林在全世界主要是分佈在南北緯25度之間 主要在河口、河岸的沼澤區 那為什麼這些河口植物叫紅樹林?因為它樹皮還有丹寧酸 這些紅樹林植物為了抵抗海水鹽分的侵害 所以樹皮就具有丹寧酸 在以前農業時代 這些紅樹林植物的樹皮 都會被 取下來,然後提煉出紅色染料 所以這些植物成為紅樹林 那紅樹林,有些紅樹林植物會形成胎生苗 有些紅樹林植物形成呼吸根,或者有些紅樹林形成織齒根 都是為了要適應河口沼澤生態系的特性 因為河口沼澤非常的鬆軟 所以呢 那個織齒性比較差 所以要織齒根 河口沼澤水流速度很慢 根為了能夠獲得更多氧氣,所以形成呼吸根 那形成胎生苗的目的是要 讓這個 果實、種子先留在 樹上 等到發育成熟了再落下來 那這樣 幼苗才不容易被海水沖走 所以胎生苗、呼吸根、織齒根 這些 在紅樹林生態系都會看到 那紅樹林 是在河口生態系 每天受到兩次臟退草影響 所以鹽度變化很大 可是因為在河口所以營養非常豐富 雖然營養豐富,但是鹽度變化大 所以 紅樹林的特徵是生物種類少 但是 數量會很多 種類少數量多 這是 紅樹林生態系的特徵 所以你會看到 昭草蟹 會看到 痰突魚 還有看到各種水鳥 會出現在 紅樹林 那台灣的紅樹林主要是分佈在台灣的西部 因為台灣西部平原 河口水流速度比較慢 河口預計比較多 才會形成紅樹林 那台灣目前 僅存4種紅樹林植物 水鼻斬 海茄東 五里角 和南嶺 水鼻斬 分佈範圍最廣 分佈範圍最北 所以我們最熟悉的 紅樹林植物是 水鼻斬 主要分佈在台灣北部 然後從嘉義到屏東 主要是海茄東 那五里角呢 分佈在嘉義到台南 那蘭嶺只分佈在台南 目前台灣就是有這4種紅樹林植物 雖然有4種紅樹林植物 但不是所有的紅樹林植物都會結台生苗 只有水鼻斬 還有五里角會結台生苗 那海茄東跟蘭嶺是不會結台生苗的 只有水鼻斬跟五里角會結台生苗 那這水鼻斬通常在五月開花 開花成白色 8到9月的時候果實成熟 如果要看到台生苗呢 大概要在10月到11月的時候 才會看到台生苗 我們看立體 然後下列哪幾項是 紅樹林植物對河口環境適應的特徵 我們看知識根的形成 這是對 因為河口 沼澤 土質非常鬆軟 所以紅樹林植物形成 知識根 增加知識力 那 胎苗富含丹寧 這對 實際上紅樹林植物 不管是樹皮啊 不管是葉片啊 果實種子都含有 丹寧酸 那7 果實怎麼傳播 果實不是靠鳥類傳播 紅樹林植物通常會把果實 留在樹上 讓裡面的種子 發育成幼苗 形成胎生苗 然後胎生苗 成熟了 再落到 土中 才不會被海水沖走 而且呢 紅樹林植物的果實含有丹寧酸 還有丹寧 很難吃 不太可能被鳥類取死 所以不是靠鳥類傳播 所以紅樹林植物 傳播果實的方式就會形成胎生苗啦 或者呢 直接就是被海水 帶走 靠海流 來傳播 那葉片厚質化 這是對的 那一葉的邊緣呢 具有排眼的構造 排眼不是排水 因為紅樹林植物在河口 鹽分很多 所以在葉的邊緣有排眼的構造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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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